金門今天又發生了釣客落海事件 今天下午兩點多的時候 金門大橋附近海域 有一艘波特船在進行海上作業的時候 因為不明原因來去翻覆 而船上的兩名本國級釣客是雙雙落海 而海巡隊獲報之後也立刻趕往救援 最終成功將兩名落海的釣客救起來送回漁港 發現 翻覆快艇 海巡隊員發現搜救目標 之間一艘翻覆的波特船 在海面上載浮載塵 落海的釣客僅僅攀附在船邊 情況危急 搜救隊員活速展開救援行動 巡防艇成功靠近翻覆的小船 海巡隊員固定繩索迅速拋出救生圈 27號下午兩點多 兩名釣客搭乘波特船出海 不慎在金門大橋附近的海域落海 海巡隊獲報後 立即派遣線上巡防艇趕往救援 歷經一個多小時 成功把落海民眾救上岸 根據了解 獲救的兩名男子 年約50歲上下都是資深釣客 獲救後身體沒有異狀 拒絕送醫 自行返家休息 結束一場虛驚 而翻覆的波特船 事後也被運回港區 事實上波特船屬於浮具 並非真正漁船 提計效能快速組裝 出海不用登記 不用執照 要價一萬元有找 因此成為釣客最愛 但萬一遇上大風大浪 很容易就會翻船 過去就多次發生意外 金門3月17號才發生 有釣客搭乘波特船出海 於物中民航滯留 中國多日未歸事件 如今在傳出落海意外 民眾從事海上輿論活動 恐怕還是得多加掃心 避免船難 一再發生 記得綜合報導